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陆军特战指挥布特三营上兵秦良峰,昨日上午在台中清泉港执行反空即将跳伞操演时,从1300英只跳下,发生主,副伞未开意外,正面直接住的,伤势集中在上半身,伤势今日稳定乐观,昏迷指数从昨天7、8分之间上升至今日的11分,人已经清醒。 上午九时国防部长延德发致医院探视,并与家属会面,吴齐同综合医院急诊室主任吴兆新上午指出,秦姓士兵到院二分钟就九回,四小时内昏迷指数从3上升至7、8分之间,今日一时已清醒,上升至11分,会眨眼,对外界指令有些微回应,血压也比较昨天稳定, 但仍未完全脱离险境,吴兆金指出,较令人担忧是,他有高位脊髓的损伤,高位脊髓的损伤最严重的风险是瘫痪,但庆幸的是脊椎并未爆裂,错位,移位,也没有严重水肿,所以先不开刀,用最好的药物全力治疗。 神经外科医师金若平表示,秦梁峰有高位颈椎脊髓损伤和病脊髓休克,但后续复健之路非常漫长,秦梁峰的父母昨日就到医院守候,也留宿在医院,对爱子的病况相当焦虑。